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之前给大家拍了一个焊接这个贴片IC的视频 中间我说过了这个大家在买这个焊性丝的话一定要买好的 但有很多朋友就留言问我哪一种是属于好焊性丝 那么我今天我就拿出了我经常用的几种焊性丝 其实我用的最多的应该是这个牌子 但是为了避免打广告了这个牌子我都不告诉大家了 这个我是在一个朋友买的确实不怎么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下看这个焊性丝上面这些参数是一个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FLUX这个2.0% 这个是说明这个焊性丝是中空的 里面含有这个注焊剂含有松香 是一个2.0%的含量 那么通常有这个标志的话 就是说明这个焊性丝是含有这个松香的 所以说我们在买焊性丝的话 一定要买这个中间 含这个焊性丝 含松香的这种焊性丝 这都有啊 大家可以看 包括我这个 这个都是1.8到2.2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焊性丝 大家知道这个焊性丝 它是一分有牵和无牵的 那么这个有牵呢 也就是说这个锡里面含有一定含量的牵 正常的我们说的这个焊性丝嘛 正常的话它应该是 是存锡的啊 那么为什么要加入签呢 第一是成本 第二是降低它的熔点啊 那么通常我们有这个45比55 有60比40 有55比45的啊 那这些比例是什么意思呢 像我这个为例 就是63比37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焊性丝的含量啊 它有63啊 63是锡 37是铅啊 你看我这边都有啊 这个含锡是63啊 含铅是37 这都是一样啊 63 37 但是我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到的啊 已经刮花了 是60的40 就是说含锡量是60 含铅量呢 是40 那么大家光看这个标号啊 其实也不是很准的啊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假冒产品嘛 特别多啊 像我这个为例啊 这个就是因为是有熟人关系嘛 买了一卷 但是确实不怎么好用啊 但是就说修电路板 不怎么好用的话 这一般的焊性还是可以啊 嗯 那么它这个63和37的 这个当然便宜啊 这个是500K的啊 正常的话 一般都是80块钱左右一卷 它这个到当时只有30多块钱一卷啊 比例价格在那里 那么它这种呢 也就是说虚标的话 它大家怎么分辨呢 其实看这个光泽都看到啊 我把这几个焊性丝都这样竖起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明远中间啊 这两个焊性丝啊 这是我新买的啊 就是为了给大家拍这个视频分辨的话 新买了两个厂家的啊 明远这两款呢 是非常亮一点啊 因为这个呢 可能是旧了之后啊 因为它闪了之后 我重新绕了啊 可能这个亮度就不够了 嗯 亮了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呢 它就发灰啊 就说这个颜色啊 这个这个这两个呢 更亮一些 就说有光泽 这个呢 就是说呃 是灰的啊 就是有点暗 就是亮度不够的感觉 那么这种的话 说明它这个含纤量比较高 那么含纤量太高的话 那么焊起来就不容易焊 那么这个锡的流动性 和这个外表的这个张性呢 就不怎么好 特别是在焊这个 呃 极寸芯片 原件比较密集的这种的话 就不怎么好焊 呃 当然这个含纤量呢 不是说越高越好啊 像这个 现在有 这个含纤纤细丝 就是说 99%几的这种含纤量啊 那种也不是特别好 那种的话 它的容量比较高 所以这汉纤的话 也不是特别方便 嗯 它那个呢 只是说 从环保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要用这个 含纤的汉纤细啊 呃 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 介绍这个 汉纤细的识别方法 就介绍到这里 呃 等有时间呢 给大家来对比的啊 来测试一下 这三款 这四款汉纤细啊 来给大家 呃 实际测试一下 看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为了避免 有广告嫌疑呢 所以说 我把这个商标都给 给涂黑了啊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